哈喽 带你们看一些成品壳 有的差不多量 今天可以发走了 然后这些都是写字的壳 然后这个是加了一个链条 然后写字的这种壳 真的是我们家的破款 然后这个是加了一个简笔画 然后写的名字 然后这个也是加链条张艺兴的 然后这个吊牌后面有膜 你们自己收到了撕一下 然后他也订制了照片 然后加了一个链条 然后可以拎着的 然后这个是肖战和王一博的照片 然后加了一个这个挂坠 然后这个蕴染颜色 还有字照片 都是你们自己提供的 然后按照你们的要求给你们做的 然后这个是黄明浩的 然后加了一点闪片 比较闪 然后这个就是一个 比较简单写字的款 然后这些呢 就是一种透明壳 然后写字 然后我觉得跟黑手机比较搭 然后深色的手机用还是挺不错的 然后这些都是一个宝贝订的 然后他要了赵露丝 虞书欣 然后丁雨昕 还有一个无限仪的 然后这两个是小熊款的 然后就是一种比较紧约的 我感觉也是跟什么颜色手机 都不很搭的 然后我给你们看一下这个白色的 然后这是黑手机 然后红手机带着也很好看 很喜庆的那种感觉 然后这个小熊真的超级可爱 然后为了搭配他要的这个底色 我给他做了一个这个颜色的蝴蝶结放在头上 然后这个拿起来手感真的超级好 然后这个是一个半铺的小熊猫的 然后这种 这种壳呢 就是我在淘宝上给你们专门订的 是那种黑鞭磨砂的 然后这个就是一般透明的 我这边做奶油就要用的壳 然后这两个其实是一个情侣壳 是一个宝贝订的 然后这个是编织款的 这个叫大耳狗 是粉色的大耳狗 这个两个也是一个宝贝订的 然后这个是一个兔子的粉色编织的 然后这个编织的颜色呢 还有上面的公仔你们都是可以替换的 然后想要什么颜色的 搭配什么样公仔都可以 这个是新带路 然后他要加了一个名字 然后也算是定制的送人的 然后这个也是个新带路 这两个新带路三只呢 选的是一样的 但是根据不同的摄像头位置 我就给他变换了一下摆放的位置 然后这两个新带路 迷你三小只也真的是超级超级火爆 好多人听这一款 我最后有放的这些闪片 就是亮晶晶的特别好看 然后这个是一个毛绒的新带路 然后手感特别好 上面还趴着一小只 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可以盯着你看 然后这个呢 也是一个三小只迷你的新带路 然后做的是这种 上面带一点点果酱的效果的 然后中间的部分也是很亮闪闪的 这个刀来爱梦用的是贴片的 就拿起来不是那么的凸出来 就是稍微比较平的那种感觉 这个皮卡丘姐妹要一个酷一点的 我就给他设计到这个样子的做法 然后上面放了三只皮卡丘 这个小狐仙做好以后 然后我发了出来 有好多好多宝贝都来订它 就很喜欢它 这个做的也是亮晶晶 很仙气的那种感觉 然后它是一个祖国版的价格 非常美丽 然后这两个是饮料鼠盲盒的 上面趴着两个大耳狗 然后玩手机的时候可以看着你 然后这个宝贝 它中间不想要很大的公仔 然后就是放了一些小配件 然后上面趴了一只大耳狗 这个是屎地仔的 然后这个也是很多宝贝喜欢的 中间是用的是水晶椒 然后放了一些冰块 小香水软糖的小配件 然后摄像头的位置 加了一个小狐狸结装饰了一下 这个巨魔娃娃的手机壳 因为这个手机型号已经停产了 真的是找了好久 然后才买到这个素菜壳 然后做的是个小巨魔娃娃的 放在正中间 然后这个是一个肖站的 上面加的是红色的水晶椒 挂了一个小兔子 也是亮晶晶的哦 这个秘境森林的竹子 我自己也特别喜欢 然后呢 这个苹果型号的都有黑边的壳 安卓的话 一般就是给你们用透明壳做 这个就是比较简单款的一个奶油壳 然后上面有一只必然的小兔子 这两个呢 就是绿色系列的壳 然后这一个是莫莉仙子的 最后是一个达菲熊的耳机壳 你们要定的话 颜色和公仔都可以换哟 然后今天就介绍到这里吧 我的桌子放不下了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